我們今天來到林邊車站 今天為什麼出現在屏東呢 因為我們要來出席大鵬灣騎車區 那今天的路線呢 從林邊車站出發會有大鵬灣一圈 然後體驗一些在地好玩的活動還有美食 那大家隊友已經出發了 但今天算是一個比較休閒的活動 我們就慢慢跟上 然後一一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屏東林邊這邊大鵬灣附近 有什麼有趣可以分享給大家的自行車路線 我們就出發吧 GO GO 現在已經是12月11號 今天的天氣 看看上面的天空全都是萬里無雲 在屏東我覺得最舒服的啊 就是在冬天來的時候 沒有像北部這麼冷 而且在早晚雖然比較涼 但我覺得只要天空的太陽一出來 我覺得騎車超級舒服 因為你不用 像台北還要穿外套穿背心 但冬天就很適合來南部這邊玩 今天他們規劃這整條路線大概是26公里啊 多長也沒有粉長啦 很冷很有肉感就不會覺得咬不動啊覺得很順口 你要不要吃啊 忘記了你不能吃啊這肉的 來到大鵬灣 最重要的就是 鵬灣跨海大橋 這個橋呢 聽說是可以開放收折的 但這個時機點我也不是很確定 但是在台灣很少見這種可以開起來收下去 那我們就趕快上橋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橋的坡度如何 我記得每年在環台賽的時候 這邊都是一個關鍵的登山點 所以應該是非常有挑戰的 好 出發 Go Go 我們剛過完大鵬灣的跨海大橋 那剛剛那座橋呢 就是一邊面臨著大鵬灣 另外一邊就是海邊 它算是大鵬灣的一個入海口 就唯一一個出口 所以剛剛騎乘的過程啊 在坡度只有大概6% 算是不會到非常困難 或是很辛苦 但你可以在騎乘當中 就是看到兩邊的美景 真的還滿漂亮的 現在在介紹 平常這邊在鵬灣祭典的時候 有7個角頭 然後會代表7個顏色 那7個教班服務的 就是神也不一樣 從大千歲二千歲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東港鵬灣 應該會看到非常多相關的資訊 超級有趣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東港東龍宮 這邊就是每年呢 就是在屏東這邊鵬灣 最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主辦也都從這邊出發 所以這邊平常就是殺王城的地方 喝清掃茶啊 你現在很需要耶 你怎麼那麼熱啊 我一直流汗 你騎機車的人在熱什麼 跟著你很累耶 你騎太快了 都追不到 騎摩托車都追不到 我現在來喝這家 綠豆湯 還是有料的 它的那個顆粒很飽滿 咬起來不像爛掉的 它現在就是爛掉的湯 混濁的 然後咬起來也有顆粒 我覺得比你那種罐裝好喝多 你在講廢話耶 有限量的 你說得很飽滿 這間餐廳 你說得很飽滿 人坐在我身上 不是很飽滿 我們旅程已經騎了17公里 現在來到了這邊是大鵬灣的若日灣 那平常大家可能四點五點會在這邊看夕陽落下 然後可以看到前面那邊就是有一個水上教堂 然後在側邊那邊還有一個很像飛機造型的餐廳 是剛剛領隊跟我們介紹的一個比較知名的地標 然後這邊通常下午可能是四點後就會開始比較多人潮進入 在這邊就是觀賞夕陽西夏 其實騎到這裡已經覺得很多景點然後很滿足 其實整條路段是非常休閒 然後又帶有很多當地的人文特色的一些景點 還滿好玩的 結果竟然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還有秘境這個探險 等一下下一個景點聽說要去探險秘境 我們就繼續帶大家前進 GOGO 看這真的是超爽的 好厚喔 鮪魚上腹欸 好好吃欸 對欸你不能吃 那這個湯給我 整隻螃蟹欸 好爽的欸 我想到了啦 你有東西可以吃 這個 蘿蔔絲 來啦快一點 你還是見姿勢 我們剛剛繞完大鵬灣的整個環潭公路 裡面經過的蠻多就是各種的紅樹林 還有很多比較當地特色的景點 然後周圍大鵬灣的外圍就比較多像這樣的漁溫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回到林邊火車站附近 去吃一些特色小吃 GOGO 外面買不到鵬魚香吃做一整片特製的 還沒烤都聞到大家烤完的香味 這邊再烤一下應該就夠了 我們這一站來到了體驗一些當地的一些特色小吃 然後剛剛我看你烤的那個鵬魚香吃 好吃嗎 吃起來好像那個鮮肥 香很脆 它是一開始給你現成 然後你自己把它烤熱這樣 對 本來是軟軟的 然後自己烤就直接停起來 海味冰雪林哥哥要這樣吃 薯條沾奶昔的概念 啊 丟出來了 OK 我們完成了今天的騎乘活動 整個里程大概是26公里左右 那整段路段當中我們去體驗了大鵬灣周圍動靜皆宜 因為我們去了很多動態的活動就是騎乘 那周圍呢看到很多就是帆船活動 或是海上的SUP都有蠻多可以體驗 那我們今天就比較是走在路上的部分 那也結合了很多就是當地的一些特色景點 包括落日灣啊 甚至很多在建築上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那個領隊都要幫我們介紹 那美食的部分呢也結很多當地的小吃 包括四小寶我們都把它吃完了 整個整體來講是非常豐富的行程 大家如果對這樣的活動行程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看到他們的官網上呢 可以看到更多相關的活動資訊 你也可以直接搜尋大鵬灣騎車區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資訊連結唷 我是你的家鄉對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還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一下明infl Sharpe 我們怎麽